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那边有阿尔法狗 我们这边也得来个人机大战 您呢算人 您呢只能算机 计算机 因为这位是咱们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系主任 杨强老师 杨强老师 对 不过我觉得杨强老师长得向下围棋的 你觉得他有点像李氏石的那模样 其实我们也一直说这次媒体写的人机大战 实际上是人人大战 因为是人跟职业棋手 就是说比较好的 至今为止职业棋手是人类最好的下棋的一些代表 跟人类智慧科技 人类创造出来的智慧 从高科技那带来跟其对决 不仅如此 其实呢这次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数据 那些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人和人之间对异的那些数据 从九段 从六段到九段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数据 最后产生了这数据有多大呢 三千万个盘 来训练这只Alpha狗 所以有个笑话 说把那个第一局完了 把计算机盖一打开 科技也爬出来了 其实更恰当的应该是里边爬出了一万多人 怎么说 都是下围棋的 因为他们提供了数据嘛 对吧 就是前三局输了 我看见韩国 韩国人非常有民族自尊心 在这写文章 说这个Google应该向全世界道歉 对吧 他这个侮辱我们李适时 因为呢 他说 但是我就觉得韩国人是气的 我觉得有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他说他这个玩意儿啊 是运用了这个几百台 还是上千台的电脑 然后呢 他不是利用他已有的信息来跟我们打 他是看到李适时下的招之后 然后他怎么着认真运算之后 他在下招 后来有的网友就说 那怎么意思 那还要让李适时下 让阿尔法狗下盲棋 不就 是吧 不过这也是我觉得我感兴趣的地方 因为我跟着这个人工智能下围棋 也二十多年了 你也跟下过 一直关注 最早的一批 就是九十年的 九一九二年 那些研究 人工智能 就是说电脑下棋的 在硅谷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有对话 他们那会把我请去的时候 是跟人对话 跟狗对话 你跟狗下过 这二十多年来 就是有一些 我们说的那个电脑专家们 像疯一样 就是利用个人的这个智慧和能力 不停的在研究 电脑跟人对局会怎么样 但那个时候 就是在数据方面 他就支持不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最早我跟他们下的时候 是让十几个 一般人让九个 我们就说很业余了 让十几个 我们怎么能够对付得了他呢 就是很快摸着他规律 你下几个死子在那儿 这个机器就会不停的 很开心的吃你 而下围棋 感觉像是个熟目寸光的家伙 对 而下围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效率 所以我们就利用他这弱点 你丢几个棋子 我们说 他会多花一倍的兵力 1.5倍 1.4倍 你就从那里面 占到便宜了 这样 这样江老师 咱们先找点直播的感觉 我们是今天晚上播这个节目 但是现在是我们下午录像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 两点五十分 这最后一局 正在人机大战 你看着直播的棋盘 我想知道 您对现在的形势怎么分析 这一局李适时能赢得下来吗 我觉得这局李适时的机会非常大 如果现在要让我来投的话 对 让我投的话 我觉得李适时赢的赢面非常非常大 如果李适时不出现重大失误的话 而且我们看周围 我想李适时也一定想到了 有机会就给你造成比较复杂的打结 打结看样子 对计算机来说 它的搜索的东西要多的多 非常多 你觉得是怕打结吗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这个AlphaGo 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在搜索一个很大的空间 咱们打个比方吧 就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迷宫里面 他想走出去 他怎么走出去呢 他只能搜索 他看看往这边走行 往那边走行不行 那这个搜索的空间如果大的话 如果问题复杂的话 那么他在一定时间之内只能搜索很小的一部分空间 所以犯错误的机会就会大 所以如果这个打结发生的越早 那么这个混乱度就会越大 而且最好这个打结是发生在不止一块起 发生过在两块起 三块起 关联五六块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李适时很明显的 这这盘起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在各种变化里面有机会 就给你搞个打结出来 就是或者吓唬他 下一步你要这么来的话 我就要跟你玩打结了 那电脑如果是稍是他的弱点的话 原来说他不会打结 其实他是会的 但那可能我们猜测是他的后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不是给你打结 不喜欢打结 对不喜欢打结 对 这个为什么从这个人工 这是为什么呢 我这个这个阿法狗里面有两块最最重要的这个软件 一块呢是给你一个棋盘 他来评估这个棋盘对我多有利 对 另外一个呢是说给你一个棋盘 我下面这个子应该走到哪 所以一个叫策略网络 一个叫价值网络 对的 policy 什么 对 value 你说的太对了 那么那么这两个网络在什么时候会犯true呢 就是在打结这种情况 我们叫这个非确定现象出现了 可能这样可能那样 也许那样也许那样 那么他把这些情况都放到那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现象出现了 数据不够 训练的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 训练还不够啊 还不够 对还不够 因为那个数实在是太大了 那个数有多大呢 就是那个搜索数 有人估算过 他的那个总数 那个棋盘的总数 比这个全宇宙的原子还要多 还多的多 还多的多 有的说全宇宙的原子才十的八十次 大家听着好像不多 其实这就是那个数学那个效应 十乘十乘十乘八十次 那就无限了 而对人类来说呢 对职业棋手来说呢 他看打劫呢 他是这样看的 一 这个打劫对我有没有力 二 我打劫下去的劫财对我有力 不有力 不有力我就不玩 有力 只有有力的时候 我开始给你打 不确定的时候呢 他就靠这个 我们说靠逻辑性 来推两下 这个东西 这个打劫 这个局面对我有力 我给你打 对我不力 我不给你打 有力的情况就是 我看看劫财对我有不有力 所以我要请教您一个哲学问题 也可以说人类学的问题了 感性 直觉 他最终是不是啊 就是无限大的计算和无限大的逻辑 只不过人脑呢 不能进行那么精确的计算 所以培养出一种 实际上还是一种模糊的理性 是 本学上是这么回事吗 我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下棋的 对于虚的东西 原来我们一直觉得 计算机很难赶上我们一点 就是在虚的方面表现 比如说什么是虚呢 如果这个地方拆几 这计算机很难计算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死活 它都是局部空间 而一上来的布局 考虑到战略的时候 那是需要你的经验 你可能有好几条路要走 可以走 似乎都不错 而这个时候呢 人的那个直觉经验 加上你的那个逻辑训练出来 你呢 你就会选一个 哦 我可以选一个 大概这个方向不错 嗯 而计算机 如果这个时候 不要说计算机 就只说人 我们往前面推一推 让我联想到的就是 这个当时在一上世纪 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日本理论比较厉害的就是代表是木古石 他就是尽可能的把围棋上的变化 我都算变来克制了很多对手 擂台赛九连胜了 这些新一代 但是紧跟着从中国 我们都知道 中国去了吴清元老师 而后来吴清元老师 大家知道 他的理论是 我无法穷尽 我的计算无法穷尽 而且也很花时间 嗯 那么我就是听着我的经验 我来选出五六条路 然后我把旁边的两条路先去掉 剩下三个了 我把最弱的一条再去掉 这不就是阿尔法狗的思路吧 这完全是阿尔法狗的思路 那个西方的叫法叫 芒特卡罗搜索数 嗯 对 这个也差不多 因为你们爱赌博是吗 赌博 这跟赌博有关呀 因为你是选择 在这么多里面 你选择几个 然后你就就拿它来计算了 嗯 是一个呃 我们叫sampling啊 抽样 所以这个抽样 如果你抽的够多 如果你的数据够多 你可以非常准的 哦 所以这个也就是 完全是您刚才说的 吴清元老师的这个直觉 就是 所以这个我也听他们讲 还有一个觉得 就是说这个这个李世时啊 第一局的时候 带着女儿来了 嗯 后来为什么说这个呃 第四局赢了呢 啊 就说实际女儿也来了 但是在店门那待着呢 哈哈哈哈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嗯 啊 咱们可以看看几个图 这个先看看李事实 这是这家伙 其实这对围棋是个大的宣传 这一下子全世界 你再看下边 这些网友把他当个乐 再看下边宝宝心里苦 赢了一局 你看原性就体现出来了 赢了马上就不一样了 再看下边 据说这个排名不能当真 就是说他得输一次 才能进入一个世界围棋的排名 所以现在Google Alpha狗排在第四名 然后据说Google方面已经有人 发微博 你看说感谢李事实 让我们梳了一回 可以进入排名 注意这个英文最后 那个什么 科捷 up for match 科捷 干一盘 已经发出挑战了 对吧 这个江老师 我很感兴趣的 前三局直落三成的时候 你们作为围棋的国手 心情怎么样 第一局的时候之前 首先稍微往长一点讲 第一局之前在预测的时候 围棋界的职业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 我看文章是认为 这个离离世实还很远 你能应反悔 但是因为我跟这些 IT界的那个 一直跟他们很多年交往 我当时就说了一个 我的预测 我说我的预测是 这次比赛 电脑会赢 但我的赢 也不完全准在那 我是认为 电脑会在前三局里面 弱一点 因为他还没有跟李事实 对打 我的当时想法上 我说你对打之后 电脑的学习能力这么快 那他会很快学习 所以我说 电脑迎棋会出现在 第四第五 而电脑一旦赢一盘 我说 那就等于赢了 就是人类的智慧 等于造出了高科技 高科技能够 赢现在的职业 就是从前三盘来说 这是我的理解 对 我有一个外行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维棋水平 只是属于看棋 是看吓得像个狗 还是吓得像个死字 所以我想问 这个从前三局看 这个Alpha狗 它能让人类几子 让不了 这个让子它还没有 让一个子 就它第三局表现出来的实力 第三局是这样 就有的时候 我们比拼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前面比拼的 我们一直是 青木板中国规则 贴木的状态之下 就李事实第三盘体现了一种 我今天给你磕了 我预遂 就我们说的 我拼到那个 我宁肯全部死光 但我不跟你去拼小胜负 最后我输一点 是这么一个战斗 对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到您的机这说一说 是吧 就是 你们不是都说 机器最大的优点 是他没有感情 他没有这个情绪起伏 就是他的优点在于 就是说他的这个心理 非常稳定 只有一个心理 就是没有心理 对吗 不过我怎么看 这到这第四局 这个阿尔法狗感觉 比人类情绪还不稳定 这个78挖 这个就是李事实说 神之一手 出来之后 再这样 连续跟头连接的 到第87手 好像他才醒过味儿了 是 那岂不是说 比人类还情绪不稳定吗 对 就是说这机器啊 照理说 如果他顺的时候 他有足够的数据 他应该一直往前冲 就像一堵墙一样的 但是当他数据不够 当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他只能随便的选一条路 这个时候呢 他的那种不好的表现 就会持续下去 所以这个跟情绪没关系 这个只是说 李事实找到了这么一条路径 沿着这条路径 确实这个机器没见过这种场面 所以就一直就没见过下 就是他下的棋 必须是他丰富的储存里 见过的是吗 对 这个是一定 他不可能自己祭出新招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也就是说 他下不出神之一手 像那个第三局 那个78手那种 按理说呢 他是有两部分的数据来源 一部分呢 是跟人下的那一部分 这是一半 另外一半呢 是他自己跟自己下 对 然后呢 这两部分数据结合起来 训练了这么一个阿法狗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 会把对方认为是一个人 所以就用人下的那一部分来对仗 另外一个时候呢 他就把那个人呢 看成是一个机器 这个时候 如果对方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出招 他就坏了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要是有俩阿法狗 他们自己下 谁下得过谁 这个我看到你们那方面答案 就是说互有胜负 对 但是呢 其实谷歌他们确实拿了两个阿法狗呢 来互相下 他拿一个更高级的和一个稍微低级一点的下 下完的结果呢 他再把更高级的这个呢 再给他扩充一下 然后继续下 下了一百多万盘期 那么下完了以后呢 他在里面再抽出新的数据来 但是这个数据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很好的 就好像左右互搏 对 周伯通 对 但实际上呢 他有很大的漏洞在里面 这种数据就好像两个六岁小孩在那玩 不可能玩到九段 对 我也是想 您说 刚才这个杨老师说的这个联想 我们也是解释过的 就我们职业企业也想过 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两个九段的对象 人的厉害就是 我这个 呃 像去年 柯杰跟李世世对战了好几盘期 八盘 八比二 对 每下 就是去年他们没那么多 每下一盘 双方都会进步 因为吸取了对方的长处和发现自己的弱点 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水平降到了 就是说的六岁孩子 我现在教很多六岁孩子 六岁孩子互相想 他就很难 他反而会把双方的很多弱点放大 嗯 就是他们你要让他多下 没有旁边 没有指导的话 没有一个提领他的话 他会 因为他那会总结不出来自己好的 他反而会发挥自己差的那部分 你知道就是这个李老师啊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呃 我最近就是又重温了这个 要不是说我后知后觉 我看这个凯文凯利 嗯 他二十六年前开始写的那本名著叫失控 嗯 你知道吗 看到几十页 我就顿开茅塞 我就一下子觉得啊 哎呦 我弄明白了 而且我相信是那样的 他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人工智能啊 过去走的一个路是 先有一个好像最高的指挥部 然后再铺排下边的基层 他说实际上这个路走不大通 他说反而像是什么民主社会 就是从基层就是一个机身先管腿 四条腿能走路了 就像人的生物进化 先完成简单的事 然后他提出一个叫风群思维 就像密封 他认为啊 人数凑 足够多的时候 某些类似于一个集体意志的行为 一个意识就会自然产生 就像大雁的群 对吧 那么于是他说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发展的就像你说的 你看神经这个网络 一层又一层 先是简单的模块 我也理解了什么叫分布式 人的大脑其实没有一个核心 人的大脑就是像一千亿个神经元 互相很多分布分布分布 但是呢 他这个分布式之后啊 他最后会产生你一个主意 也就是说大脑更像是一个各种部门 各种想法 平等相处的一个舞台 确实是这样 对吧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真正可怕 就是他们说的啊 听起来很荒唐 说是这阿尔法狗啊 为了自己的存在啊 故意输你们一块 对吧 我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自组织啊 当凑够了足够多的神经元以后 有一天 他们自己运算运算 会不会产生出一种意识一样的东西 这个呢 应该是这么说 人会这么产生 但是今天的人工智能还不会 而且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完全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 拿那个特定领域的数据 当然可以产生这种风群效应 比方说我们也有研究 如果用一大堆像不同的阿发狗 什么阿发猫 阿发牛 阿发驴 让他们互博的话 最后总体的效应会有所提高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他们的水平都得在一定的水平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得互补 嗯 得各有不同 才能够互有敬意 对 这次对 那个杨氏 这次我觉得之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 在赛前 为什么职业界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一边倒的认为 对啊 达不到理事实这个效果 就是因为我觉得1月28号 他发表论文的时候 他是说五个月前跟樊辉 有个欧洲一个冠军像 对 阿发狗在那个地方 他体现出来的水平确实不高 呃 职业界的我们成长起来 职业企业成长起来 一般都是 我把集位的干倒了 我把段位干倒了 我把更低段位干倒 我升到了九段 你一定有这个轨迹上来 那么 大家一看 哦 你才赢的是职业的一个低级别的 你再怎么快 你能有多快啊 你你不得就是你说的 当年我们都是让你七八个的 让你五六个的 去年不是电脑比赛 你你最快了 你上升到我们平下 平下还离我们 理事实很远 这是职业界的思维 我当时看到的 我吃了一惊 是因为我们 我发现 我看不出阿发狗是什么水平 因为他是欲强则强 而且换一句话说 他跟这个 呃 欧洲冠军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 类似这么说吧 我们跑马拉松 嗯 如果马拉松 记录是三小时多的话 那天欧洲冠军 跑了三小时十分 阿发狗跑了三小时 九分 第二天 这个欧洲冠军又跑了两小时 两小时五十分 阿发狗只跑了两小时四十分 他老实比你快一点 他不显示最大实力 嗯 我说这个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所以我说 他就比你高一点 所以我说 他没有出现 他最好水平 嗯 这也是我想跟那个杨老师请教 就是说 据说阿发狗的这个理论联系出来 他不是照着 穷 穷镜为奇联系 弄出来的 他是就是 比你要好一点 哎 这个问题很值得问 对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收点钱 然后再请您回答 想象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其实 哎 杨老师 您回答 对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 呃 他为什么能表现出这么高的智商 恰恰比人高一点呢 嗯 原因是这样 他训练这只狗的时候 他要定一个目标 目标函数 也就是说 让这个所有的机器学习 奔着那个目标去 这个函数呢 就是赢 他并不是说赢的多 他是只要赢就行 所以呢 他的这个 呃 在这个目标下 他赢一个子也是赢 嗯 那么那么他就照着那个方向去了 嗯 所以呢 如果是他碰到樊辉 他只要比樊辉多一个子 那碰到李适时 他只要比李适时多一个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副产品 嗯 并不是他高智商的一个表现 只是表现出来一个高智商 不是他真的本身具有这个高智商 哎 这样我想起这个听他们讲 姜文经常拍电影 就跟他们这剧组讲说咱们这下一部电影啊 不要好很多 比上一部好一点就行 对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说 有两个人在山上 然后上面跑下来一只熊 然后呢 一个人说兄弟快跑 另一个人说慢点 我先穿上跑鞋 他说你为什么 他说我只要比你跑快一点就行 哎 你说这是人的 人不会有这个想法 哎 这次我前来看这是聂卫平的公子 叫孔令文 是吧哎孔令文还说一个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机器的劣势啊 是他追求的不是最好的结果 而是怎么才能赢 哎 他他所以他走的每一步呢 都是这个概率上能赢的最多的那一步 那我就不明白了 难道人追求的是输的最多的那一步吗 他第一盘棋的时候 让我觉得后半盘他的收索能力 让我有种感动 就是他后半盘的收索 他一旦取得优势之后 我这么猜啊 就是一旦取得优势之后 他并不是追求我能赢你 德文涛十目 不 我赢你 在 也追求赢你十个子 但是如果 但凡有点风险 我宁肯赢你八个子 五个子 三个子 然后我宁肯小地方吃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给第一盘王的支招说 啊 阿华 他不太懂收官 我说不是的 他是像以偿浩一样 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 这江老师赶快看一下 现在的棋局 谁能赢 现在看上去是那谁好一点 李世识 哎呦 还能三比二吗 对 我觉得 播出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啊 播出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我